夏至是什么意思?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家人来说,熟悉二十四解气是必不可少的,其中夏至就是二十四解气之一。 那夏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夏至古时又称夏节,夏至节,是6月21日或22日。 自古就有在夏至拜神祭祖之俗,以祈求消灾年风。 周朝建立后,把一年中影子最长的这天定为冬至,最短的这一天定为夏至。 夏至这天,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,几乎直射北回归线。 对于北回归线及其北的地区来说,夏至日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,白天最长,夜间最短的一天。 夏至也是太阳的转折点,这天过后,它将走回头路。 阳光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,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间短。